歐盟高級官員對中國決定在香港實施新國家安全法表示嚴重關注 維潔議說他們對中國領導人表達嚴重關注 將會在香港實施建議當中的國家安全法 他們促請中國遵從對香港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承諾 在香港實施高度自治和保證享有自由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說 北京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也不符對國際承諾這位非常清楚 這個國家安全法嚴重威脅影響一國兩制原則和香港的高度自治 他們希望香港繼續實行高度自治 因為這樣使得香港能夠繁榮和非常之成功 他們同時說如果中國在香港實施這項法律 將有非常負面後果的風險 自歐洲指責中國傳播有關相關病毒不實信息 導致雙方關係惡化以來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羅恩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星期一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舉行了首次正式的視頻會議 擁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 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 也是中國經濟的競爭對手 隨著北京近年來變得更加強硬 歐盟一直在努力平衡自己的商業利益和戰略競爭的關係 去銷市場准入的壁壘方面 他說他們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仍然是不平衡 他們迫切需要對這些承諾採取後續的行動 為了完成投資協議的談判 中國方面也需要有更大的決心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星期一就報導說 李克強在會上表示 中國和歐盟互為全面的戰略夥伴 雙方合作遠大於競爭 共識遠多於分歧